肖基会今年再度对市售猪肉食品展开调查 在北中南地区随机购买600件的猪肉食品 结果发现美国进口的猪肉制品只有两件 占本次调查的0.3% 这与卫福部食药署猪肉仪标板 所公布的美国猪肉进口数量不成比例 让肖基会质疑有业者习产地 导致部分美国进口猪肉流向不明 市售猪肉食品标示真的确实吗 继上回调查国内进口美猪流向后 肖基会今年再度展开调查 在北中南地区随机购买600件含猪肉成分的食品 包含超市餐饮业量饭店市场摊贩跟便利商店 发现有6.5%未依规定标示产地 像是北市一家火锅店猪肉产地来源只标示台湾 但菜单中却有西班牙伊比利猪 本来根据法规的规定 根据这一个使用的数量来做一个排比 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标示不符合规定的一个状况 而调查样品中的猪肉产地来源 多半是来自台湾 其次是西班牙 美国仅占0.3% 但根据食要署最新公布的猪肉仪表版资讯显示 美国进口猪肉及猪脂其他可食部位 进口数量共5000多吨 在所有进口肉品中排名第三 肖基会认为跟市场机场的比例有落差 恐怕有西产地的可能 是不是进口的美猪 有去就标示的一个原产地的部分 有做一个更换或是偷天换日这种状况 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13年7月已完成查核猪肉原料原产地标示 共计262,969件次 总共查获97件标示不符合规定 标示美国猪肉则占0.9% 得严格落实产地标示建立消费者的购买信息 这是陈天一干二弟 特别宝宝